欢迎来到拍拍大学2.0 我是今天的讲师Peter 上一集我们已经介绍了四种光源的位置跟打法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程我们要来教各位 运用我们上次讲到的光源 运用在各位的商品上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种光源跟打法 是顶光加上顺光 那这两种光源结合在一起的目的 是要把我们商品拍得很清楚 那我先跟各位说 顶光它的效果是可以照亮这个东西大部分周围的光线 那顺光的目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背色物体 大部分的面积都照得非常的清楚 那它们的优点是 第一个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光源 第二个因为顺光的位置 会让我们的背色物产生些微的阴影 那我们接下来就实际拍摄一次给大家看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摩埃人笔筒的拍法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会用到两种光源 第一盏光源是在上面的顶光 当我们把顶光打开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光线从上面的照射 所以摩埃人的周围的光线 都会被照得非常的清楚 那第二盏光线我们要搭配的叫做顺光 顺光的位置在摩埃人的左前方 那这个方位打出来的光线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光线照射的问题 它大部分的面积 是可以被照得很清楚的 那它也同时保有小部分的音音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立体感 那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把你的商品拍摄得非常清晰的话 可以试着考虑搭配这两种光线 好我们今天要拍摄的第二种光线叫做测光 测光的目的 它是要拍出我们商品的细节跟质感 那因为它是单向的光源 所以单向的光源打到我们物品上的时候 它的好处是第一个 它会有很强烈的立体感 第二个 它可以透过光线的聚焦 强调我们这个衣服或者是布料细部的质感 那我们试着来拍摄这个给大家看 我们接下来要示范的例子是一个皮革类的制品 那各位看到的是一件皮衣 那皮革类的制品它最在乎的就是它皮革细节的纹路 还有皮革表面的光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盏侧面的光线 我们叫做测光 那测光的好处是 各位可以看 当我把光线关起来的时候 你在画面上是看不到 衣服的细节跟皮革的纹路 甚至是光泽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当灯光开启 好跟熄灭的时候 它在画面上会呈现出来的细部的质感 那这个是我们很常用来拍摄布料 或皮革类制品的一种非常好用的光线 我们接下来第三种要介绍的光线 叫做逆光 逆光的目的是为了要拍出具有生活感的商品 原理是因为光线从被色物体的后面打出来 所以这个光线是有一点在模拟窗光 它的好处是 第一个它可以描绘出我们这个物件的外观跟轮廓 第二个它可以产生很棒的生活感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几个商品为大家示范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光源是逆光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爆米花当作例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把光线打开的时候 因为光源在被色物体的后方 你可以看到 它利用光线描绘了出它很棒的轮廓跟外观 这个是我们非常常用来拍摄零食类 或者是美食类 或者是生活类 建议大家生活类的东西可以试着用逆光拍摄 经过刚刚的拍摄 大家是不是比较了解 哪些光源可以用在哪些商品上面 拍照其实并不难 我建议大家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 对你的商品试试看 拍开看 拍摄大学2.0 我们下次见